天高海阔 张修杰 个人的经历 我也很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呢 我就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 这个新闻是什么呢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一个中国大陆的新闻 说这个最近呢 有一个微博的用户叫科学XX 在微博里边发表了一个信息 这个信息是什么呢 他说黑龙江七七哈尔市的公安局 逮捕了一个66岁姓杨的老人 那么说这个人呢 就是30多年前 杀害了很多警察的忽兰大侠 这个科学XX用户 在微博上的文章发表之后呢 马上他的微博账号就给封锁了 然后呢 黑龙江警察局发表了一个声明 说这个66岁的杨某呢 并不是所谓的忽兰大侠 忽兰大侠这个案件呢 虽然已经过去了30多年了 但是呢 黑龙江警方一直没有放弃这个案件 还在侦办当中 和后面还说了一句 几代人都没有放弃过这个案件 这个科学XX的信息准不准 我们不说 最起码让很多人知道了 原来这个忽兰大侠这件事情 确实是存在的 不然 黑龙江的警方也不会说 几十年一直没有放弃来调查这个案件 忽兰大侠是怎么回事呢 忽兰大侠是在1987年左右啊 在黑龙江发生的一起 专门这个袭击警察 杀害警察的事件 这个杀害警察这个凶手呢 到目前为止 警方还没有把他抓住 而民间呢 有很多传说 说这个忽兰大侠主持正义 专门针对一些有劣迹的警察 对他们进行猎杀 所以他在民间被称之为忽兰大侠 为什么我对这个事件感兴趣呢 因为1984年 我从大学毕业之后 就在广州当记者 在大概88年的时候啊 广州搞了一个全国警察的交流会 那么这个交流会呢 就是专门针对如何应对 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一些刑事案件 1988年的时候啊 当时中国社会的治安状况是什么样呢 社会治安当然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刑事案件 但是当中啊 最严重的是袭击警察的案件 很多这个刑事犯罪的嫌犯 在跟警察枪战过程当中啊 很多警察殉职了 这对当时的中国警察是个非常大的震撼 所以当时1988年的时候 在广州举行一个全国警察的交流会的时候 我跟几个黑龙江来的警察 有几天时间在一起 那么他们当时就讲黑龙江有这样一个案件 说这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附近呢 出现了一个神秘的杀手 这个杀手呢 作案的这个领域非常大 而他作案呢 专门是针对警察 他除了针对个别警察之外 还经常到一些警察家里面 把警察全家都灭门了 那么这个案件呢 引起了当地警察的恐慌 据说哈尔滨附近的忽兰啊 巴燕啊 这些地区的警察都不敢穿警服上班 上班的时候都穿便服 因为这个所谓的被民间称之为忽兰大侠的神秘杀手 专门针对警察下手 我开始也没注意到这个案件 反正当时参加那个会议的采访 跟警察混在一起 听他们说了一下 他们口中所说的 已经有好几个警察被杀了 后来才在网上或者不同的渠道 看到这个忽兰大侠的相关报道 这个忽兰大侠到现在还没有被抓捕归案 这才是一个最神奇的地方 那么忽兰大侠到底杀了多少警察呢 当时我听来自哈尔滨的警察 说是大概杀了好几个警察 没有说多少 网上传呢就传的比较离谱了 说他一晚就杀了50多个警察 跟警察的家属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 但是呢 这个所谓的忽兰大侠在哈尔滨 杀的警察肯定在两位数以上 那么这个忽兰大侠出现的背景是什么呢 大家如果曾经生活在中国大陆的话 一定知道 中国大陆在1983年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叫严打运动 为什么有严打运动呢 很简单 因为1979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 西方的物质文明跟这个精神文明 都一起进入中国 在改革开放之前 中国在文革的环境之下 中国人的生活非常单调 那么特别是男女之间的交往 在文革的时候 男女之间授受不侵 我想比中国任何一个封建社会 都要来的严格 如果那个时候 一男一女 非夫妻关系在一起的话 往往会被冠上流氓的称号 但是当这个改革开放之后 西方的物质文明 跟这个精神文明 进入中国的时候 中国社会开始出现了混乱 比如说男女之间的交往 从开始不能交往 到后来发生了 很多所谓的流氓事件 如果有一定年纪的人 还记得中国大陆 有一个演员叫池志强 因为跟某一个女性 在非婚姻情况下发生了关系 最后被判了一个流氓罪 在监狱里面被关了好几年 所以当时中国的 社会治安环境比较混乱 在这种情况下 由当时的中国领导人 邓小平下令 要在全中国范围 进行所谓的严打 什么叫严打呢 就是严厉打击刑事犯罪 当时1983年的时候 我还在大学念书 但是每天都看到 街上有不同的布告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 如果在街上贴出法院的布告 就象征着一件事 就是要杀人了 所以那个时候 全国各地都掀起了严打运动 在严打运动当中 有多少人被关进监狱 有多少人被枪决 现在已经找不到 一个确实的数据了 因为在中国 这些数据一般都是不透明的 反正当时我在念大学的时候 我记得一个非常典型的案子 就是有一个男的 跟一个女的在谈恋爱 后来这个女的觉得他不合适 就把他给扔了 然后呢 这个男的就用 好像是用硫酸吧 反正有负食性的液体 去泼这个女的 最后这个男的被判了 有期徒刑三年 因为对这个女的造成的伤害 好像也并不太大 但是呢 他认为这个女的 跟他谈恋爱过程当中 骗了他钱财 所以他才有报复这行为 于是他上诉 正好就碰到严打 上诉的时候呢 严打运动 刚刚在这个全国铺开 正好要找一些所谓的 认罪态度不好的人 来严厉惩处 这个人就被称为一个典型 他因为这个认罪态度不好 从判有期徒刑三年 改造什么呢 判死刑 直接拉到刑场去枪毙了 这就是当时 严打给中国民众 所造成的这种震撼 一般的民众觉得 哇 每天这个大批的人被抓 大批的人被杀 这个如此震撼的场面 但是 这对一些刑事犯罪的嫌疑人来说 又是另外一种刺激 很多当时 有犯罪行为的人认为 反正被抓了之后 也是死 不如拼个你死我活 这个时候 在中国的治安环境 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很多人通过各种渠道 买到了各类的枪支 在这个刑事犯罪过程当中 一旦遇到警察 拿枪反抗 所以才造成了当时这么多警察 在枪战当中殉职 那么这个杀了很多警察的忽兰大侠 到底是因为什么要杀警察呢 后来我在一些资料中看了 他杀警察的第一起案件 大概在1987年的10月份发生 当时忽兰县的一个派出所的警察 回到家之后 在全家入税之后 这个忽兰大侠 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 进入了这个警察家里面 为什么说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呢 后来警察在侦破这个案件的时候 警察都很难解释 这个人是怎么进去的 因为警察发现这个案发现场的时候 这家警察的 他们住户的大门 还是仅仅在里边 把这个门给封死的 那么他怎么进去的呢 不知道 反正他进去了用刀 把警察一家三口都杀了 唯独一个女儿受重伤之后 后来抢救我来了 这个女儿后来告诉办案的警察说 他半夜听到他父母打架 那么之后呢 就完全不记得了 很明显 他是把这个忽兰大侠进来之后 对他父亲母亲在动刀的时候 他以为是他父母打架 最终警察一家三口被用刀刺死 而警察的枪也被忽兰大侠带走了 这是忽兰大侠第一次针对警察作案 那么接下来呢 忽兰大侠就不但是用刀了 因为他手上已经有了枪 接下来又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来聊聊 曾经发生过的忽兰大侠杀警察这个事件 刚刚在休息过程当中啊 同时问为什么叫忽兰大侠 因为当时的老百姓传说 这个忽兰大侠专门杀那种为非作歹的警察 所以呢 老百姓把他视之为大侠 这个忽兰大侠上街我们说了 他用刀把警察一家四口杀了三个 然后剩下一个小女儿重伤 后来被抢救过来 然后呢 他把警察的枪给抢走了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个忽兰大侠就开始了 他专门杀警察的这个犯罪的过程 到了1987年的10月 就是距离第一个警察全家被灭门两个月之后 忽兰大侠又出现了 这次他出现在一个派出所的所长家里 当天呢 这个派出所的所长 这个姓贺的所长呢 回家之后呢 正好他家来了客人 他女儿的老师正好来家访 所以呢 家里边除了有这个姓贺的所长 还有他的太太之外呢 就还有这个老师 三个大人在屋里面 那么当然小朋友也在屋里面 说当时这个姓贺的所长回到家之后啊 除了跟老师寒暄了几句之后 眼睛一直盯在门外 他的这个太太就很奇怪 说你为什么一直老看着门口呢 他说没事 你们谈你们的 他眼睛一直盯在门口 突然间呢 这个派出所长就把腰里的手枪给拔了出来 就向门外走出去 他的太太还是会问追 他你干什么 他你别管我去看一下 所以事后办案警察分析啊 说这个姓贺的派出所所长 其实回家的时候 他可能就发现了有人跟踪他 或者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所以呢 他眼睛一直盯在门口 这个姓贺的所长出去之后 没两分钟 突然门外响起了一声枪响 这声枪响 本来家访的老师吓了一跳 但是姓贺的这个所长的太太啊 却习以为常 他说你不要管 我们家老贺经常会拔枪对天鸣枪 为什么会经常拔枪对天鸣枪呢 我们就要讲到忽兰大侠 为什么在民众的传说当中 是专杀一些为非作歹的警察 那个年代 大家记得1987年 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 还没那么高的时候 确实很多警察 在他们的职责范围之内 行事方式是比较粗暴的 遇到一些纠纷啊 动不动就拔枪对天鸣枪来示警 也就是通过鸣枪来震慑一下 在现场的人 所以枪响之后呢 这个贺所长的太太并不以为然 跟着老师说 没事 我们家老贺经常对天鸣枪 但是这声枪响过了很久 他还是没有看到他丈夫回来 于是呢 贺太太有一点紧张 跟老师一起走到门外去看 他到门外看了一看了 原来这个贺所长已经躺在地上了 不过人还没有死 贺太太当然大肆一惊 赶快跑过去 这个姓贺的所长啊 跟他太太说 有人用枪打我 然后头一歪就昏了过去 老师很紧张 赶快去找人 找到谁呢 他们邻居正好是当地镇的一个官员 这个官员一看之后 马上回家打电话 作为镇的官员嘛 家里可能安装了电话 毕竟在中国1987年的时候 不是谁都有电话的 当这个镇的官员正在打电话 报警的时候啊 突然间黑暗之处 闪出了一个蒙面人 这个蒙面人二话不说 对着这个镇的官员的头 又开了一枪 这个镇的官员 当时一头又栽在地上 然后呢 这个蒙面枪手一回头 就把枪顶到了这个老师的头上 紧接着扣动了扳机 不过呢 这次枪没有响 应该枪里边这发子弹啊 可能是发哑弹 这个老师啊 也够可以的 在枪没有响之后呢 就顺手抄起了旁边的一张板凳 就朝那个枪手砸过去 把那个凶手的枪给砸掉了 凶手呢 赶快扭头也就跑了 事后警察在办案勘探现场的时候 发现原来这个姓贺的派出所所长 他所佩戴的手枪 也激发了一发子弹 那么为什么这个所长的太太 跟这个老师在屋里面 听到一声枪响呢 后来根据办案人员的这个推测 应该是这个派出所的所长 在回家路上 就已经发现有人跟踪他 所以呢 他看见外面有人影 拔枪就冲了出去 这个时候呢 他跟枪手两个人 几乎在同时开枪 所以在屋里边人听到 是一声枪响 最终这个派出所所长 送到医院之后呢 也没有抢救过来 所以这是在这个 忽兰大侠杀警案当中 死的第二位警察 接下来呢 有警察单身出现的时候 被这个枪手打死的 也有在家里睡觉 满门被用刀给用斧头 给杀死的 其中最离谱的就是这个忽兰县的公安局办公室主任 办公室主任在县公安局也算是有相当级别的这个警官了 这个办公室主任呢 为了办这个所谓的忽兰大侠杀警案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 那天呢 实在是工作的时间太长了 所以回家看一看 当天晚上他全家就被忽兰大侠给灭了门 除了这个公安局的办公室主任之外 当忽兰县的公安局副局长有一天准备接他的太太回家的时候 忽兰大侠又出现他在家里边 不过呢 这次忽兰大侠遇到了意外 什么意外呢 在县公安局有个年轻的警察 正好有些事呢 要跟副局长报告一下 有些自己私下的事情呢 要请副局长关照一下 所以那天呢 他就蹲在副局长家里面 等副局长下班 这个时候副局长也没有下班 副局长的太太在外地 正在回来的路上 也没有在家里出现 只有这个副局长的小儿子一个人在家 这位在等局长的小警察 突然就受到了枪击 首先是背部中了一枪 然后呢 肤部又中了一枪 忽兰大侠出现在这个副局长家 后来办案人员分析 他本来是想等副局长跟他太太回家 把副局长全家灭门的 只不过这个小警察正好有事找副局长办 所以当了替死鬼 所以呢 接二连三的警察被杀 或者是全家灭门 在当地造成极大的恐慌 那么正在这个时候呢 有一天派出所有几个民警 正在进行对这个案件的排查 对户籍排查的时候 突然走进了三个年轻人 这三个年轻人一走进来 其中一个就掏出了一把手枪 两个警察吓得从位置上 蹦就跳起来 抄起自己的枪 就顶在了三个年轻人的头上 大家听到这里 以为这三个年轻人是忽兰大侠吧 不是 这三个年轻人到派出所来干什么呢 原来这个派出所的所长 在前一天侦办这个忽兰大侠案件过程当中 因为太过紧张 太过慌张了 居然把自己的枪给丢了 丢在了野外 这三个倒霉的年轻人呢 正好到野外去忙农活的时候 就捡到了这把手枪 所以他们走进派出所 本来是掏出枪 说我们捡到一把枪 你们看是谁的 两个警察本身就已经知道 忽兰大侠专杀警察 现在走进三个年轻人 居然掏出枪出来 所以这两个警察 马上就把枪掏出来 顶对了三个年轻人 后来据办案民警说 幸好当时这两个警察的枪都没有上膛 他们看见三个年轻人进来拔枪 只是出于本能的反应 就把枪掏了出来 如果这个枪是上膛的话 三个年轻人当中 可能最少有两个 就被这警察击毙了 后来警察搞清楚原因之后 每个年轻人奖励了50块钱 毕竟他们把所长丢的枪给送回来了 所以可见当时的警察 在忽兰大侠杀警案的办案过程当中 心情有多么的紧张 接下来在忽兰 在巴雁 在哈尔滨市区 接二连三的都发生了警察被杀事件 忽兰大侠这个名字 在当地越叫越响 那么为什么忽兰大侠到目前为止 警方还说没有把他抓捕归案呢 据说忽兰大侠有十分高超的反侦查能力 忽兰大侠是什么人呢 很多警察都认为他一定也是个警察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他有非常高超的反侦查能力 第二他对忽兰县警察 包括县警察局的局长的行动 了如指掌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 他本来想杀忽兰县的副局长 只不过正好有个小警察 找副局长办事 当了替死鬼 很多警察都是在办案过程当中 几天几夜没回家 一回家就发生了灭门案件 而当忽兰警察为了抓住忽兰大侠 在忽兰地区布置了大量的警力 包括连武警都动用到时候 杀警案又会在哈尔滨市出现 说明忽兰大侠他很清楚知道 如果在那个时间段 他在忽兰杀警察的话 有这么多警察在布控 他一定会落网 所以他把杀警察的地方转移到哈尔滨 等到这些在忽兰布控的警察 又扑向哈尔滨的时候 忽兰大侠又回到了忽兰跟巴雁地区 又发生了警察被杀的事件 所以忽兰大侠在老百姓的口耳传说当中 变成了一个神奇的大侠 反正不管怎么说 他是一个有经验的刑事犯罪人员也好 或者他本身就是警察内部的人也好 在老百姓的传说当中 他是专杀那些为非作歹的警察 而在警察眼中 他肯定是警察最危险的敌人 不过从目前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新闻来看 忽兰大侠到现在 这个案件还没有破 忽兰大侠到现在 警察还没有把他抓住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 再跟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 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打赏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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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